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关于种族歧视的话题 到底谁在歧视中国人 这个话题 因为最近这几天咱们又看到了一个事情 这个印尼又开始排华 你看那个视频 网络上传播的视频 一群人骑个摩托车 手里拿着弯刀在呜呜呜的走 这个事情 你要说这个历史上 这个印尼排华已经排华过很多次了 当然这也有一些文化上的原因 因为当年中国大陆像这个印尼一样 输出共产主义 人家就不跟你客气了 我们不信仰共产主义 你非要给我输出这个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那我就以国家的力量 国家机器的力量去排华 所以说你看这个印尼排华 每次都有政府在背后的 这都是黑手 在背后在主导排华 你看这个 它累积起来也是杀了几十万人了 你看像最近呢 像上一次是印尼98年的黑色五月暴动 太血腥了 太残暴了 你要说 印尼它杀了屠杀华人 说华裔几十万人 那不比这个当年南京大屠杀的少啊 那一齐日本人都咬牙切齿 小日本子 那印尼呢 你恨不恨 你该不该恨 那除这个恨之外 该怎么办 难道不应该去反思吗 去反思这个问题呢 到底人家为什么排华 为什么启示你呢 还有一个情况呢 是我朋友他跟我聊天 说到一个 一个他的亲身经历的真事啊 他以前呢 在那个新加坡工作过 新加坡 他们在跟那个劳务公司 在签署合同的时候 就明确有这么一条 不许跟当地的女孩 谈恋爱 结婚生孩子 如果一旦发现 就把你送回去 还有一个什么情况 不光是在新加坡 在以色列也是 以色列的劳务公司 他也这么说 也不允许你什么 跟当地的女孩 结婚 谈恋爱 生孩子 发现 把你签送回去 你想想 为什么呀 人家是让你来干嘛的呀 人家跟你签这个合同 是让你来做劳工的 不是来让你移民的 什么是劳工 劳务叔叔 什么意思 那就是苦力呀 那就是当地 当地那个老百姓 工人不愿意干的活 都外包给那些 中国人来干 所以说就是苦力呀 就感觉呀 这个中国人嘛 世界上走出去 到处在围堵 中国的护照 罕金量也不高 往哪个国家签 签证也不好签 而中国人呢 他也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啊 这不开玩笑 说真事 中国人真的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 没有之一 同时 他也是受的委屈 吃的苦 最大的一个群体 那你要说 那些当地的白人呢 或者说他们歧视中国人嘛 那么歧视华人嘛 歧视呢 多少是有的 但是不多 就我亲身经历来说吧 这个当地人嘛 他们平时跟你交往 都是非常友善 非常有礼貌的 你出门 你冲人家笑一个 点头一下 你跟人打个招呼 别人都会 还你一个微笑 还你一个招呼 普遍情况是这样的 少部分人呢 他们可能心里面 不喜欢这些 这个华人的外来移民 但是咱们表面上 还会装得很有礼貌 你要是这个什么语言 各个方面都没问题的话 人家还是很 很按不就班的 跟你去沟通 他不敢种族歧视 种族歧视是犯罪的 在欧美 种族歧视是要吃官司的 那 这个所谓的种族歧视 排华 那到底谁在歧视 到底谁在排华 那就是华人与华人之间 这是最多的 我发现过 发现了一个情况 我这边就是观察 这边的生活 观察这边的人 华人 像在这边的餐馆 工厂 那些工人 他们工作 特别辛苦 当然这也不是说是全部 有一部分吧 这些餐馆 工厂的工人 特别辛苦 像他们一天工作多少小时 一天工作 十个小时 那都是少的 十一二个小时 甚至相当于制衣厂 要工作十四个小时 而且全年无休 这就是江湖规矩 出国干嘛来了 出国为了赚钱 海外的华人世界 就是江湖 在北京 有一个联系剧 叫北京人在纽约 它有这么一句台词 一个场景 它是这样的 两个北京的同乡 在纽约街头相遇了 其中呢 没聊几句吧 那个 先来的 在纽约待了很多年的 北京人 把这个王启明 这个新来的给打了 说了这么一句话 在北京 在纽约这么多年 是吧 受了这么多委屈 受了这么多 吃了这么多苦 白人不敢打 黑人 黑人打不过 终于遇到了一个 我敢打 又不敢还手的人了 我打你个孙子 当时的场景就是这样 然后感觉就是 太讽刺了 你看就是说 像这种情况吧 你分析一下 像那种新 那种来了很多年的人 他们可能当初在 在异国他乡的时候 因为语言不通啊 因为这个什么 政策法规不懂啊 可能惹了一些麻烦啊 是不是 但是呢 也不敢去 维护自己的 这个权益啊 不懂啊 也惹不起啊 那些憋屈啊 委屈啊 就藏着 就噎着 就压到自己的内心 一旦有了一个发泄的出口 他们就会把它给发泄出去 特别是当他遇到了中国人的时候 因为中国人了解中国人 中国人之间的思维方式都是相通的 所以说 一旦有这个发泄的途径的时候 他们对中国人 对同胞下手 就特别狠 恨不得置你于腹地啊 我以前我遇到一个投资移民过来的 人家呢也是一个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有教育 有修养 有素质的 他分析这边的情况 他就是这么说 他说你看这边啊 那些什么摩洛哥人啊 吉普赛人啊 偷你啊 抢你啊 对吧 但是偷你抢你一次 能让你损失多少钱 三百五百欧 不少了 一千欧两千欧 顶天了 在那些商店里面 去偷东西 有三块五块 三十五十的东西 让你偷 这是你损失 损失才有一个限度 但是中国人之间啊 特别是互相认识的 之前认识 后来因为某件事情啊 可能搞的关系不好了 闹翻了 这种情况 他支你根 他支根支底的情况之下 他想要弄你 他真的是要恨不得弄死你 真的是 其实像这种事情啊 我也是受害者 我经历过 今天呢 咱就不多说 以后就一定会咱们再讲这个话题啊 你说这个人缘之间的互害 这已经不光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歧视的问题了 它已经提升到一个 这个互害的这么一个角度了 那你 你要说这个 歧视啊 互害啊 都广义上来说啊 它是一个很广义的话题 你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你二十分钟的视频也说不清楚 你可能要写一部几十万的字 写一部书出来 有可能才能说清楚啊 但是入书 你要是总结的话呢 也可以去 大概总结一下 这人缘之间的互害 人缘之间的歧视啊 它还是一个民族列根性的问题啊 那你想一想 是吧 为什么什么日本人 韩国人 台湾人 新加坡人 像这些黄皮肤的人 这些黄皮肤 黑头发 黑眼睛的人 他们走出去 为什么没有说到 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互害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都拥抱文明了呀 因为他们都基本上 受到过一些 基本的教育 有了公民意识 我们中国人还停留在一个居民层面 翻开你的身份证看看 上面写的是居民身份证 不是公民身份证 公民的话 我觉得这很不配啊 很多人都不配啊 所以说呀 这个启蒙呀 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百年大地 教育为本 一个民族要有希望 那这是靠每一个人的强大 每一个人 他就要有公民的意识 我在这边呢 发现几种几种情况呀 稍微咱们列举一下 第一种啊 出国呢 就是为了赚钱的 出国打工 他还教育别人 你出国来干嘛来了 你不就是为了赚钱来 赚钱来了吗 是吧 出国就是为了赚钱 别的都不想 我也不想纳税 我也不想承担社会责任 我就是我就是赚钱 赚钱我 然后往家里边打 因为但是他 但是他要承担家庭责任吧 他要养家糊口吧 老爸还都要养吧 是吧 然后呢 像这种人呢 以后他有了钱了 以后吧 他自己又做生意了 自己做生意了呢 他也开始盘剥同胞 压榨同胞 把自己当年吃过的苦 加倍的再返还给同胞的身上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 在这边呢 就是刚刚也是打工 后来慢慢慢慢呢 也是有了一些积蓄 也是稳定下来了 也自己开店了 但是你发现他店里边吧 用了工人嘛 用的是老外的工人 用的是白人当地人 这说明一个什么情况 说明这种华人嘛 他们想积极的想融入当地啊 他们想 他们也觉得这个华人圈是一个江湖 他们也尽量的 想离这种江湖远一点 或者说呢 与那种高素质的华人圈 组成一个圈子 组成一个新华人的圈子 这是我遇到的第二种这个情况 一些老板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 在这边辛辛苦苦打工工地也好 还是在餐馆也好 赚了点钱 是吧 就看着 你看这个新闻报纸啊 中国发展了 回国创业去了 华侨创业 结果一回国开场 结果是欠一屁股债 因为国内啊 那些什么 牛鬼蛇城啊 那什么各种 工商税务 环保 消防 卫生 把你给搞死了 结果呢 在国内开场 欠一屁股债 混下去了 又跑回 欧洲继续搬砖 继续干了些活 这是第三种情况 还有种情况呢 是什么呀 在这边明明是苦力 明明就是说 做的都是很辛苦的 那种工作 呃 搬砖也好 还是做什么工作也好 一边干活 还一边说 祖国强大了呀 祖国强大了呀 祖国好啊 啊 共产党把你养大呀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你呀 是吧 还在说这些话 他都不想明白 自己已经被逼得 在在在国内 已经已经活不下去了 才出国出国来讨生活来了 现在出国之后还在 啊 还在 还在那个 你爱祖国 你没错啊 爱家乡 爱人民 这都没错 但你别动不动 你把这个党国 跟民族 你绑架在一起呀 这这这种概念 它不是一个概念呀 第五种情况呢 这是这种比较少 比较急张的情况 偶尔会遇到 听说呀 自己也见了这么一两个 自己嫁给了老外 嫁给了外国人 然后呢 他就不把自己当中国人了 他说 你们中国人都是垃圾 你们中国人都是垃圾 你们中国人毛病太多了 他这样去说 做中国人 因为他就没有搞明白 他说这句话的同时 就代表了自己 就是那种人哪 是吧 你要说 如果说从一个 反省的角度来说 我们中国人身上有毛病 我们中国人身上有劣根性 承认 我要改 怎么改 我们慢慢的去改 我们要 要看这个 世界上这些先进的 这些主流的这些 文明 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 我们慢慢学习 慢慢改 这是一种自我反省 你要说 你们中国人都是垃圾 我不是中国人 你别把我 我跟你扯一块 他就是不反省 区别是不反省 其实你不是中国的户籍了 你拿着外国的护照 但是你不知道反省 你骨子里 你还是那种带有 裂根性的中国人 这种情况比较少 但是我也遇到过 你看咱们国内 像那种出国最多的 像福建 浙江出国是最多的 那个地方 其实那些地方 它是不太适合大规模耕种 你看那个什么 鸡毛飞上天 鸡毛换塘 那都是被逼的 做生意是被逼的 跑出国也是被逼的 因为当地那种 气候 或者说那种地貌 它不太适合 那种示意人类生存 可能是有这么一点 当然了 这也跟这个国家的政策有关 像这种多山都 这种不适合 这个耕种的地区多了 为什么那些地方 都没有输出 输出移民呢 对吧 这跟这个国家政策有关 这还是这个 党的问题 当然也不 今天也不是 专门来去 黑老公的这么一个专题 咱们就聊了这个歧视 与互害 为什么就是很多人 出了国还爱国呀 你可以在这种 华人餐馆里去找到 找到一个答案 你在这种 很多地方都有华人餐馆 任何地方都有华人餐馆 几乎每一家华人餐馆里面 它都有一个电视 上面放的是CTTV 中央一台 中央四台 中央八台都有 就跟在国内差不多 然后查了个广告 厉害了我的国 原来国家这么强大了 我还不知道 天天被洗脑呀 这是出了国之后 也是躲不掉被洗脑啊 这说明什么问题吧 你总结一下 明明在国外讨生活 明明在国外 享受着西方的民主自由 享受着这种 好的空气 享受着这种 法治社会带来的一些保证 免费教育 免费医疗 同时他们还 还不断的把这种 党国概念 这个 拎不清 还是爱党爱国 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 很多海外华人啊 他们的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是负劣的 是负劣的 是这样 说到底吧 咱们说是这个 这个种族歧视啊 其实说 其实啊 它是一个什么问题 其实没有什么种族歧视 种族歧视 或者说是一个 很小的问题 种族歧视 它是犯法的 但是呢 华人之间 祸害就特别严重 华人之间 内斗啊 因为中国人 很了解中国人嘛 中国人在海外受了逼去 没有一个发泄的渠道嘛 所以说了解中国人 他只能说 把这种 自己受过的委屈 发泄到同胞身上 那就是说 中国人之间的互相内斗 中国人自己在歧视 中国人 中国人自己在搞 阶级歧视 是这样 你说国外有这种 阶级歧视 国外有这种内斗 那国外这 这也不是最严重的 我跟你说 最严重的是在国内 不开玩笑 你看看北上广深 这四个城市 你说一说啊 特别是 前两年 北京驱逐低端人口 说赶就赶 大冬天的没地方住 睡马路 驱逐低端人口 这种事情在西方国家 能干得出来吗 哪一个政府敢这么去对待人民 老百姓不造反啊 也只有在中国才能出现这种匪夷所思 这么荒唐的事情 你看在北上广深打拼的那些人 那些很多农民工人 他们很辛苦呀 他们把自己的青春都奉献给了北上广深 就建设北上广深 结果到最后 他们连自己的一套房子都买不起 房价涨到五万亿平米 十万亿平米 二十万亿平米 他们打拼几十年 汗水都流在北上广深了 结果他们连自己的房屋都没有 还有呢 他们的子女 上学怎么办 户口在这里吗 是吧 这都是一人而已 教育医疗 好的资源给他们吗 不给他们 这是歧视啊 人种都是中国人 人种都是 都是都是华夏之随啊 但是呢 他们在搞歧视啊 这不是种族歧视 这是街机歧视啊 你要说这个歧视的问题吧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广义的话题 今天这二十分钟视频啊 小二十分钟也聊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但是这种现象呢 我也是说出来了 你们也可以发表出你的你的你的观点 在下面留言 以后呢 我们可能还会经常去聊这些话题啊 那今天呢 我们就聊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再见啊